他承认张铁钢 是他介绍给牛大武的 举报电话也是他打的 张铁钢在和牛大武达成协议以后 又见过赵家乐 所以从一开始 赵家乐就知道 牛大武用的是假钢筋 但是他没有跟任何人说 他如果不说出来 没有任何证据对他不利 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这样可以减轻你的责任 就是说 直接责任人是牛大武 而你作为工程的负责人 构成责任事故共犯 而赵家乐则很有可能 以过世杀人罪 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刑 他对我说 他可以对他所说的 每一句话负责任 并且让我转告你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你在工程 验收的时候通不过 想看你的笑话 也出他自己的心中一口气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 会真的出现事故 尤其没有想到叶宇芬 会死在这扇里 他可以不说的 这件事情不应该牵扯 更多的人进来 今天早晨 他已经去自首了 我是来保识你的 你今天就可以回家 你一定要包家乐 前些日子 家乐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 他就问我 你会不会被判刑 如果你一定要上马亭 他恳请我 来做你的辩护律师 今天你又为了加乐 而跟我说着同样的话 其实 你们俩心里啊 想的是一样的 好东哥 好东哥 你说了 现在你没有直接责任 加勒也不是犹豫的 但是她走到今天 变成这个样子 是你一手造成的 她以前是个多单纯的人 我的妻子死了 她死在我两个最好的朋友 亲手盖的伪劣工程里 是你们杀了的 你还来干什么 你除了能让我重新回到地狱 你还能干什么 阳哥 在拘留所里 我每天都在想 如果能让玉芬重新活过来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但她永远都回不来了 所以我有责任 这个责任 需要我来承担 你和逗逗的生活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会尽全力管到底 又是钱 又是钱 杨浩东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变成安排我命运的人了 办杂志 你拿起来 你要打托 你 谢谢你 我去 我和喜好 我和贾勒 你去 对不起 这怎么能怪你呢 是教了自己做错事 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可我就是怕他在里面 会吃不好 会睡不好 我以为 这个工程是我和佳乐 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 怎么会这样的 我一定会帮佳乐想办法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她的 我一定会受 Squad 你疯了 你疯了 有 你疯了 你有 我疯了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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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等 跟妈妈说再见 黄金帝工程事故 现在被定性成恶心事 叶玉芬死亡 而且还造成了 整个工程的巨大经济损失 牛大武 张铁钢 还有你 已经被起诉了 那赵家乐呢 知情不举 构成事实同谋 片面共犯 被起诉过失杀人罪 和重大责任事故罪 可能量刑会在 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 我们现在只能先考虑 尽量赔偿整个工程 还有死者家属的损失 这样可能会给他 争取到五年 需要多少钱 我估计至少五百万 五百万 对 五百万 你不救啊 他女人 不是 人家吗 就女人 他又这么答案了 嗯 他不是谓的人 是 我自己想要 你把他拥抱 你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说 迦勒他 比我勇敢 杨哥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但这件事情 可能你已经听说了 其实没有任何对价了不利的证据 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他主动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头上 他在公司的股份 全部抵押做了赔偿金 但还差五百万 如果交不上五百万会怎么样 判的刑期会很长 这两天 我把自己的存款和公司的资产查了一遍 除了应该交给公司的赔偿金外 正好还剩五百万 这真是老天安安排的 我把自己的钱都给加了交罚金 我已经想好了 杨岗 虽然你不能直接起诉我 但是在心里 我已经站在被告席上了 我知道这很下作 但这是我唯一的方式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表达我内心的难过和抱歉 玉芬走了 你和逗逗还要好好的生活 我和迦勒对不起你 对不起玉芬 求求你 收下了 你跟迦勒终于站到一起了 不斗了 你们俩怎么不斗了 看看谁能赢 你们赔钱的赔钱 坐牢的坐牢 现在心里好受了吧 可我呢 谁来减轻我心里的痛苦 你想让我不恨你 我告诉你 办不到 你既然 再多的钱 也还不了我的妻子 还不了逗逗的母亲 也输不干净你们的罪 刘老东 你的东西忘带了 你不是来吗 你别让我过来 你要给他 你别让我拿到一家 你跑了 你把我拿到一家的 我把你带到一家里 你跑了 Work了 你把我拿到你拿到一家了 你一个人见过 我在这儿等你 坐吧 是 谢谢丈夫 是 站着干吗 坐吧 你穿了我最喜欢的衣服 真漂亮 贾勒 你胜了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吃饱的 其实 浩东哥也想来看你 他现在就在外面 请你转告袁浩东 我不想见他 谢谢你来看我 谢谢你来看我 以后 就别再来了 为什么 我 我让你等了太久 我让你等了太久 你也该为自己打算了 我不想让你每天都为我掉眼泪 赵家乐 我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想让我忘掉你 你就不会有内疚感 你就可以解脱了 可以轻松了 可是家乐 你不觉得你说这句话太残忍了吗 我从十八岁就开始等你 爱你 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从十八岁就开始等你 你就说一句 你就说一句 不想再让我为你流眼泪了 你就真的可以解脱了吗 家乐 爱一个人难 但是想忘掉一个人 更难 你要有信心 你要有信心 我等你 五年的时间 不长 别为我伤心 真的不值得 照顾好自己 你 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不会再见你的 录音净听了 说过的话断了 胜过的心脆了 那些天经地的道理 你突然都不见了 电影散场了 我真的要离开吗 故事里一直有你 目光里充满了泪花 我们 我们 生活的年代 在 没人 能听懂的 对白 那些过往的幸福与悲哀 还有多少值得忘怀 我们 生活的年代 我们生活的年代 也许多了些梦想的无奈 我们学着怎样去快乐 我们生活的年代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年代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年代 好 那迢备 神秘的道理 突然都不见你 我前行了 工作还好吗 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了 还好 刚才在院子里看见你 都没敢认 变老了吧 没有 你还好吗 我给你 我给你 你先说 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 都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你还是不懂 今年粗糙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好 好 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河阿姨 小河阿姨 爸爸说你都好几天没来这儿了 还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逗逗真乖 叔叔好 五岁了 逗逗 等我吃饭 我要跟小河阿姨玩 拖 小河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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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 我把你干净的衣服 放在卫生间里呢 在凳子上 你等会洗澡的时候 小心一点别弄湿了 在外面躲了那么长时间 在热水下多冲暖 你感冒了 我知道 小河 小河阿姨 你先说 我送你回家吧 明天你还要上班呢 不用了 这些年 我经常自己走夜路 习惯我 那也好 你自己小心 小河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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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年 我每天都在担心说话 我经常做同一个梦 梦到你被人欺负 然后我就哭醒了 这四年 我想要自己忘掉你 我做不到 我都在睡觉 先生 您好 请问您即联 我求一位 下面坐 请问您需要那种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当那个时候 我会向老天祈祷 让玉芬在天堂里能够安心 保佑你和豆豆一切顺利 我常常会想起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年轻 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友情 我知道 那些日子永远都过去了 永远都不能再回来 我还算是幸福 因为 我还有小河 它是我活着的梦 惩罚 我会用一生去惩罩 哈勒 欢迎走 另外 请一次把这两包类似涂料的液体喝掉 来喝咖啡吧 嘚嘚 尝尝吧 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提高 非常好 我有 四年没喝咖啡了 这一个月 你的气色好了不少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还是要重新习惯的 慢慢来 我们都要学会怎么快乐 袁哥 谢谢你愿意见我 其实 我看了你的信 犹豫了很久 我怕见面以后 会想起太多的事情 四年 还是那句话 我不想求你原谅我 我自己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如果你一辈子都不原谅我 那也是我应得的惩罚 试试吧 贾勒 看看我们能不能回到从前 我会等 哪怕再等四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都会等 爸爸这个人是谁 豆豆 这个叔叔 这个叔叔 是爸爸以前最好的朋友 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叔叔就已经认识你了 好久都没有这样安静地坐着了 好舒服 好久都没有这样安静地坐着了 你是在想 你是在想 你老了以后的样子吗 你会在想 你可没人家 好久都没有了 你怎么会在家呢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是想想要搞它 都没有回事 我还没有回事 她还没有回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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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太晚了 郝东 别说了 杰岚 我就是那个告密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法规则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一步的里面 好 好 本来我说啊 今年过节去我这儿 可是小朋友非要在私服院做工 是不 弄得我跟豆豆成了客人 我可是有目的的 怎么样 明年回杂志社吧 不耽误你咖啡馆的事 你白天来上班 晚上就回咖啡馆做你的老板 这样也算对预芬姐有个交代 我考虑考虑 怎么 现在师哥可以发了 你说了算 爸爸陪我玩 好 儿子 来 爸爸让你骑大马 好 不起 我有自行车 你啊 碰到你儿子就化成一滩水了 我将来豆豆接了婚 你还不变成怨妇啊 来 豆豆 阿姨给你买了件新衣服 你看你喜不喜欢 我喜欢小河阿姨给我买的衣服 比我爸买得好看 真会拍马屁 快谢谢小河阿姨 我忘了 你说这孩子 你怎么这么笨啊 叔叔教你一整天 你还给忘了 是我爸让我说忘了的 是啊 我对豆豆说啊 家乐叔叔是个笨蛋 他想对小河阿姨说一句很简单的话 为什么就不敢说呢 我不是不敢说 我只是觉得 应该更浪漫一些 豆豆 告诉那个笨蛋家乐叔叔 等什么时候 他自己敢跟阿姨说了 阿姨就答应他 我不太习惯 小河 这种事肯定不习惯 你赶紧的 没几个小时今天就过了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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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吧 小河阿姨 江乐叔叔教我的话 就是这句话 嫁给我吧 说这句话 很难吧 对我来说 很难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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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快点打下家了呀 豆豆 告诉那个笨蛋叔叔 阿姨答应我 你最后要是一张死人的 赢了 的乡ود 想打扎 来 赢了 早上就可以吃团圆饭了 小河 姜乐 恭喜你们 团圆饭吃什么呀 是你爸爸和姜乐叔叔 最爱吃的红烧肉 快来出来玩啊 看吧 快来出来玩啊 大头 这个漂亮的小姐姐是谁啊 是我的新朋友 叔叔新年好 你新年好 宝宝 宝宝来 小河阿姨 叫叔叔 叔叔好 妈妈呢 妈呢 子女 阳稿 春节快乐 春节快乐 快乐 一顿 册荣 当时在所今的草润里合典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叫爸爸 叫爸爸 爸爸 节鱼快乐 爸爸 节鱼快乐 爸爸 节鱼快乐